这个拥有深邃眼睛的男人叫阿强 在一次意外中获得了隐身的能力 找来负责这次实验的博士 想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怎么回事 当场展示了自己的隐身能力 同时自己却被队长的人发现 为了不被抓回实验室 阿强一边拖一边逃跑 最后只剩下一条裤子 特工们追着一条裤子满街的跑 最终脱下了裤子成功的逃跑 剩下抱着裤子愤怒的特工 还有那些懵逼的路人 不知道你们拥有了这种能力会去做什么 但阿强却为此痛苦不已 因为有家不能回的他只能选择流浪 甚至买东西都成最大的问题 睡在台球岸上的他决定去找队长了解真正的原因 稀里糊涂地来到了队长办公室 刚好他们又在开会 听不到任何价值的东西便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阿强伸个懒腰 发现队长还在加班 听到声音的队长打了哈欠 打哈欠是会传染的 这次也不例外 聪明的队长察觉到阿强就在附近 不动声色地踩下了开关将大门反锁 当下便与阿强进行了谈判 让阿强当他们的隐形特工 沦为队长的杀人机器 心力善良的阿强根本不会同意 选择了用枪威胁着队长 安全地离开了大路 城市已经容不下自己 只好选择回农村 来到了朋友在海边的房子 因为这里平时没人居住 阿强每日沙滩跑步打着网球 准备在这里狭义地过完余生 可是不久睡梦中的阿强再次惊醒 原来他的好友带着几位朋友来到一次 他的女友小美也在其中 因为长时间联系不到阿强 大家都以为阿强被螃蟹吃了 为了帮助小美走出悲伤的情绪 便来到这里溜家 可发现冰箱里装满了阿强喜欢的食物 怀疑阿强之前来过这里 回忆起上次见到阿强的时候 还是在上次 如今或许人早已经不在 到了晚上小美回到了房间 阿强跟着也来到了卧室 打算告诉小美一切 这时阿强其中一位朋友长毛 敲响了小美的房门 不管好意地坐到了床上 小美刚要上前轰她出去 谁知长毛趁势强行表达爱意 愤怒的阿强直接抓起她便扔了出去 懵逼的长毛只好离开 第二天阿强决定告诉小美一切 约小美来到山顶的小屋 当着小美的面一层一层地解开 缠在头上的绷带